女儿陈兰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 可她的爱好是面点 现在她开了一家咖啡店 经常自己琢磨着糕点的花样 刚刚来的 这个是我们昨天店里新做的一个新铁蛋糕 然后我今天可以带过来试一下 颜色很漂亮 如果有一个这个漆气的盛放的方式 就更美 早在七千多年前的和姆度时期 中国人就有了用漆气来盛放食物的生活习惯 从战果直到清代 特别是秦汉时期 中国人的美食享用日常 同时也是漆气的使用日常 像陈杰这样的一大批福州当代奇异家 致力于传承古老传统中的器物精神 一个糕点在纸盒里 或在制作精美的漆气里 它的味道不会发生改变 但是经由人的眼睛所见 在传选到人的心里所引发的视觉感受和心灵感应 却发生了质的飞跃 似乎连味道都得到了升华 湖州的六七月正是荔枝成熟时 带着新鲜枝条的荔枝滋味最好 大漆的色调深沉内敛 散发着柔和温润的光泽 它没有喧嚣之气 恰到好处地衬托着荔枝的清零和新鲜 美食和美气都是人类之于世界的一种表达方式 在美气的陪伴下 美食不再仅仅以味道的单一形式而存在 它是宁静平和的当下 是我们深沉的精神世界 是我们无言的审美诉说 土生土长的敏月 南渡的华夏衣冠 向海图强的老福州 海归聚集的现代之城 美食与人的故事 一直在这里延续 人间烟火 世锦百态 无论是匠心独居的老前辈 还是反传统的年轻后生 无论是坚收并蓄 还是恪守个性 将食龙过山 才是他们始终未改的传承 如此专注的姿态 烟火福州 在融合发展的脚步声中 听到自己的个性心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